好 老秦 老秦 你干什么去 有事 接替你发谁啊 老秦 你最近怎么老是神神秘秘的 我看着你喊你 你也不理我 是不是婷婷的爷爷奶奶来了 你们两家很好吧 这个事咱们改天再聊 我现在真的赶时间 对不起 再见 老秦 来的够早的 你们怎么来了呢 不是说要到医院去见专家吗 没期成 医院的专家说他们临时有事 听听我们来接 你回去 你们回去吧 我来都来了 我来接 你回去吧 赶紧烧饭 你放心吧 我菜饭都准备好了 你们回去我炒两下就能吃了 叫你回去你就回去 你啰嗦什么呀 家里的事多了呢 你眼里没火 愣着在这儿干吗 赶紧走啊 这孩子啊 来来来 你们就是许婷的爷爷跟奶奶吧 是 以前没有见过 都是她姥姥来接的 她姥姥不管了 以后啊 就由我们来接 或者她爸爸来接 她姥姥怎么了 生病了吗 嫌烦 不管了 说不管就不管 一甩手啊 就把孩子扔给我们了 别当着孩子在那儿说这些 我怎么不能说 我说的是大实话 婷婷啊 大家都走了 跟爷爷奶奶回家 跟老人说再见 这孩子 这孩子怎么那么酱啊 听话 跟爷爷奶奶走 走 回家 婷婷啊 听话 跟奶奶爷爷回家好吗 不好 你姥姥不来接了 以后啊 就由爷爷奶奶来接你 不要等姥姥 爷爷 我答应了婷婷放学 一起走的 算了 你没看见 许婷婷正生气呢吗 你就别过去瞎捣乱了 那那两个来接 许婷婷的人是谁呀 是她爷爷奶奶 为什么她姥姥没有来接她 她姥姥呢太忙 往后啊 就由她爷爷奶奶来接她放学 可她说今天她姥姥来接她放学的 为什么她姥姥说话不算数呢 哪那么多为什么呀 别问那么多了 走 猴子 猴子你干什么呀 猴子回来 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 姥姥不会来接了 今天不来接 以后也不来接了 我要等姥姥姥姥答应会来的 好了 听话 丽姥奶奶回去 许婷婷 走 走啊 许婷婷 你姥姥怎么还没来接你呀 你姥姥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虎子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 袁老师 老徐啊 还是不肯走 怎么说都不行啊这孩子 真的 婷婷 乖 你看都已经这么晚了 同学们都已经回家了 要不你先跟爷爷奶奶 先回去好不好 不好 这可怎么办啊 要不给她姥姥打个电话吧 不用 魏老师啊 那个婷婷她姥姥今天确实有事忙 要不这样吧 您先忙您的 这儿有我们呢 您就放心吧 好 行 我刚好要开个会 那 你们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好好 那就麻烦您了 没事 您忙您的 好 婷婷 婷婷乖 康爷爷呢 跟爷爷奶奶 一起送你回去好不好啊 不好 你非要姥姥来接你呀 那好 爷爷跟奶奶和你一起等 一直等到天黑 看你姥姥来不来接你 爷爷我要陪许晨晨一起祷 怎么哪儿都有你呢 哪儿那么多话呀 打电话呀 正好 我用回到肠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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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话那要放衣服 我用闭着你来 我跟妻子 你看 都已经这么晚了 姥姥今天有事 真的来不了了 要不 咱们先回去好不好 许婷婷 你姥姥可能真的不会来了 要不咱回去吧 爷爷 我饿了 行 那我们先回去 老徐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好 那我们先回去吧 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 跟爷爷奶奶说再见 爷爷奶奶再见 行 行 行 许婷婷 那你继续坚持 我爸爸常说坚持就是胜利 这会儿要不饿了是不是 走 人家吃饭去 走啦 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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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老康 老康 老齐 等一下 胡子 爷爷跟老陆说了两句话 你到前面等爷爷好吗 怎么 这个孩子还是不肯走啊 可不是嘛 非得等你过去 怎么劝都没用 这可怎么办呢 老齐啊 要我说啊 你干脆过去跟他们摊牌算了 总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啊 这怎么可能呢 我过去说的就前功尽弃了 我好不容易现在在孩子身边待下来了 天哪 我怎么会把这个日子过成这个样子的 老齐 你 你也别太急了 你说得对 要不咱们赶紧走 万一让他爷爷奶奶看见 那还真白费功夫了 走走走 胡子 走走 老齐 走啊走啊 走 走 走吧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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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老爸妈呢 她们接停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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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花敏 你怎么快来了 妈 妈 这这 这这 非要找她姥姥 怎么说都不行 你再不来啊 我们在这儿要过夜了 妈 妈 先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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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们先回家 她们 她们 我们在这儿